明星告解室 大大的聯盟 明星告解室來了 好 什麼叫做明星告解室呢 從每個人到每個階段 都有可能做過一些 真的 真的 特別害羞 對 所以趁今天 教哥你就講出來 謝潔玲 我們都合作這麼久了 還要看報紙才知道你談戀愛 真倒是真的 無尊 為什麼你也是這樣呢 對啊 阿喜 阿喜小孩都那麼大了 你還不成功 還沒有… 好啦 其實每個人 都會有一些羞恥的事情 對啊 但是這些羞恥的事情 放在心裡放久了 就會傷身又傷心 對啊 所以說出來也是一種解決的方法 沒錯 而且搞不好會引起觀眾的共鳴 待會兒就要邀請幾位朋友 來講出心中的小祕密 這個小祕密呢 最重要的事情 看看第一排的職人 能不能幫他們解決他們的困擾 不要再做那些比較羞恥的事情 丟臉 可以健康快樂的過日子 對 但是為了保護我們現場的藝人們 所以我們特別做了一個 讓他們愚蠢的故事 不會被我們發現 OK 我覺得這麼保護得了 但也不難猜嘛 反正不是你就是你 不是你就是你 不是你就是你 就你們四個了 小姐不就三個人了嗎 就四個人 您數學不太好 你少看了誰 好 歡迎董哥 歡迎董哥 好 歡迎董哥 陳希 少谷 歡迎 其中像少谷 董哥都是賺老闆 帶著大家一起在發達的 但是他們也有一些 不為人知的故事 尤其少谷 你看 其實少谷是這幾年 最勵志的一位Rocker 但是現在還在開 為了養家在開Uber對不對 我現在是開 是在台灣大車隊 多元計程車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一樣就是我不是黃色的 各個品牌都有車 紅牌的對不對 紅色的牌 紅牌的色的 但是我不能錄招 我只能就是你用 我們台灣大車的系統 只能用轎車 要偶爾的 Uber 像Uber一樣 好 Anyway 每個人都在為生活打拚 包括我們三位職人 他們還帶了一些真功夫來 歡迎三位 歡迎 我們右手邊也有很多賺老闆 歡迎大家 歡迎 今天對我們產品有問題 都可以舉手發揮 是… 四位現在不要擔心 稍後會用變聲器 太好了 幫他們處理 你剛剛幫他們打馬賽克 不是就好了嗎 身形我們看得出來啊 董哥 馬上歡迎第一位 馬上我們就來TDR 我們第一位藝人朋友 要跟我們分享什麼故事呢 這一看剪影就是晨曦 這女生的剪影 神經感只有畫一個 好 我們聽聲音 搞不好真的是晨曦 請告訴我們 妳不為人知的祕密 請 前一陣子 我去做身體健康檢查 我被 是心律不整之類的嗎 對 心律不整 然後 我也有很嚴重的氣喘 氣喘 然後 我也沒有辦法做 太激烈的運動 沒有辦法太激烈的運動 對 其實我們做這個行業的 我們必須要維持身材 尤其做這個行業還要維持身材 最近很流行一種 前幾天我在試的時候 我的 120個小時斷食 你吃東西 我大概 妳現在講話的節奏就像 對 現在快死了 妳聽就決定了 對啊 有懈念的 我那一天早上 就是在72小時的時候 我常常起床 我眼冒驚心 我用爬的爬到我的廚房 想說喝一些水 喝一點湯 可是真的沒有辦法 我真的覺得快往生了 所以三位之人 你們待會兒有什麼厲害的法寶 可以解決這種人的問題嗎 請注意他身體本身不好 所以他要 他就算要瘦也要健康 減肥的方法很多種 如果像他這樣子 其實有點辛苦 我自己本身也 他的方法我也嘗試過 其實也有眼冒驚心冒冷汗 真的也是爬著要去喝水 我現在自己本身已經 有在使用那個山茶花油 山茶花油 可以解決它的問題嗎 可以解決它的問題 而且很簡單 不用改變任何飲食方式 OK 待會兒妳要好好介紹 這樣好 我們QR Code先掃出來 觀眾如果有興趣 一邊看可以先掃進去了解一下 山茶花油是什麼 是什麼 然後再繼續聽我們的故事 等一下職人們再幫你們介紹 對 馬上看下一位 馬上來聽一下 第二位藝人朋友 要分享什麼故事呢 請 哈囉 第二位朋友 哈囉 可以開始了嗎 可以了…請說… 無獨有偶的 我要講的 也是因為減肥 而最後導致了我不但 得到了重度憂鬱症 減肥得到憂鬱症 而且 還有厭食症 那既然都吃不下了 我就靠酒精來灌醉自己 麻醉自己 對 直到我喝到胃穿孔 昏倒了被抬到醫院 輸了五袋的血 五袋的血 我才醒過來 才告訴自己 不要再喝酒了 哇 喝太多了 所以 我發現減肥 它已經不是藝人 或是某些個人的一個計劃 或是行動 對 它已經變成全民運動了 是啊 是啊 因為現在胖的人 是越來越多了 又不健康 更糟糕 對 我一開始呢 我想要瘦得快 但我用的是生酮飲食 生酮飲食 就是長起來 就喝油 是椰子油 因為有油在妳的身體裡面 所以妳會到下午都不會餓 差不多到了四 五點的時候 妳可以吃一餐 但這一餐 絕對不能是 碳水化而霧 也就是澱粉 所以那個時候我所有的 米飯 麵包 麵條 甚至於番薯 或是只要有 澱粉的 我都不碰 我絕對都不碰 是 還有不能吃糖 所以有糖的甜的蛋糕 餅乾 甜點 什麼提拉米薯 布丁 蒟蒻 這個都不能碰 我晚上 因為呢 會餓 我又怕碰到這些碳水化而物 或是骨類的或是糖分的 於是我還是選擇 又瓦了兩瓢油 往嘴裡面吞 整天都在喝油 有一段時間 長達三四個禮拜 我覺得我好像一部車子 對啊 我就每天加滿油就好了 92 98 還是95 沒有喝 我什麼油都喝 而長期待之後呢 當你沒有飢餓感的時候 你會變得有厭食症 有厭食症再加上 晚上因為過於餓 飢餓 睡不著 常常失眠 好 非常謝謝這位藝人朋友 他這個鏡頭很多 對啊 但原點還是在於 錯誤的減重方式 導致你看沒東西吃 心情癢癢 憂鬱 然後再買醉 對 然後再穿孔 對啊 對不起… 我們已經是弱勢的團體 不好意思 你還要羞辱我們嗎 沒有 對不起 我錯了 我錯了 好 三位職人 有沒有辦法可以解決他的困擾 其實也是減重類的 對 其實剛剛聽完這位 藝人朋友的分享 其實真的很沉重 因為他的方式 其實都是完全錯誤 可是剛剛聽完 聽完他講的 其實他只有講了一個是對的 就是喝油 可是喝油這件事 你還是要選對產品 來 第三位藝人朋友 要分享的故事是 請 我其實要偷偷的跟大家說 其實 我全身的骨頭 都已經 踩撩撩啊 踩撩撩啊 夠跑啊 骨頭已經踩撩撩 如果我沒有隱藏好的話 別人從我的身後看過去 會以為是 鐘樓怪人在走路 怎麼會怪人在走路 所以我只能偷偷靠著吃一些 膠原蛋白或者是鈣片 來舒緩我這個 不能解決不會好的狀況 我也要說 其實我也有肥胖的問題 以前最經濟的方法 是靠吃貓食 吃貓食 結果 我跟我的貓 搶了一個月的食物 一點用都沒有 為什麼他們這麼悲慘 我們都在笑 奇怪 而且他白白吃了一個月的貓食 沒用 是吧 吃貓食 妳是跟誰學的 妳說像什麼生童 是日本傳來的是吧 妳這種吃貓食是跟誰學的 因為 那時候我的偶像是冰淇布 他都說他都是吃貓食 聽冰淇布真的很瘦 真的很瘦 所以我也吃貓食 減肥不是重點 因為現在更可怕的是 我全身骨頭都已經壞掉 所以他現在比較嚴重的是骨頭 對 了解 我有很多這樣的狀況 例如說呢 我一開始會發現我有 胸悶 然後時不時偏頭痛 我就想說 我還是去檢查一下好了 結果不檢查還好 一檢查發現我全身的骨頭 歪到一個不像人形 例如說 我的左肩壓到我的胸骨 所以我常常會覺得胸悶 左邊又影響右邊 右邊又往上提 所以我右邊又往上提 骨盆往上伸 所以整個走起來 你會像是一個 鐘樓怪人在走路的感覺 那太慘烈了吧 不好好照顧會變鐘樓怪人 那跳骨這樣 我們也許職人有辦法幫你解決 對 老師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可以解決這位藝人朋友的問題 像鐘樓怪人一樣 這個其實骨頭的問題有很多 它其實不只只有補鈣補硬骨而已 因為其實我們人體有 所以你只有單補一個的時候 你當然會覺得 其他地方有壓迫或者在磨損 那我今天會帶來一個神奇的法寶 就是從我們老祖宗流傳牽連下來的 再加上我們現代生物科技技術的結晶 叫做 一次幫你解決你的 軟骨跟硬骨的問題 駝鳥 駝 這個好像是第一次在大老闆聯盟出現的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QR Code先給他 先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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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產品資訊 如果你已經等不及了 像跟他一樣有同樣的鏡頭 先看再說 先看再說 等一下老師們就會幫我們來介紹了 馬上 終於到了最後一位藝人朋友 要講什麼故事呢 其實這個變音器一放出來 不信妳聽第四位 來 第四位 這個問題困擾我很久 就是運動養成餓習 腳臭到讓人家 不敢公圍 不敢公圍 說不敢公圍 好 會用雙關語 你一定 到底是誰獨特的腳臭 焦哥竟然超不給面子 超堅硬駝鳥骨 讓董哥的腦洞大開 它這樣一吋 這樣一吋的距離 它就可以耐從一千五百公圖 這個就是真的是鴕鳥的骨頭 鴕鳥它本人的 一 二 三 我的天 你是OK 鐵管的我們看過了 我們可以看看它會怎麼樣 不可以 刀 讓人家 不敢公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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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敢公圍 無尊妳講錯喔 妳的語法我都已經看多了 好啦 那 卡掉重錄一個 不用 因為其實本身我是運動語言出身的 從小我就習慣各種的運動練習 那其實因為在練體育非常的辛苦 刮風 下雨 颱風 龍捲風 你都得練習 大雨練習鞋子會失掉 鞋子失掉 襪子就會失掉 襪子如果失掉 腳就會失掉 那麼整個邏輯串起來 就是你的腳會失掉 那妳就講重點說腳會失掉就好了 我快要衝到後面去了 受不了 我把他抓出來了 不可以 到底是誰又出來了 要保護當事人 好…不要公布當事人有腳臭 妳繼續講 還有什麼問題呢 然後接著腳就悶在那邊一整天 整天的 因為我們運動員其實不會想說 就是太建議這個 因為我們其實都很Free 不管是糊臭 腳臭 哪裡臭 其實我們都覺得沒關係 久而久之之後 這個症狀就一直沒有改善 後來姻緣季會出道之後 我記得我剛開始在表演的時候 有需要練舞 要跳舞 因為到舞蹈教室 舞蹈 怎麼大家都出去了 太臭了 這很突然 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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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舞蹈教室需要練舞 練舞需要脫襪子 脫襪子避免危險 所以後來我就把襪子脫了 這個時候跟我喜搭檔的 女生們開始面有難色 除此之外 她們從臉 整個她們的臉臭 到比我的腳還要臭 有些人拿頭髮弄在鼻子上 有些人把靈口放在鼻子上面 避免聞到我腳臭 剛剛說她後面以為是老鼠死掉 對 但是這個問題其實很難改善 我換了鞋子長 換襪子都沒有辦法 到後來 前陣子我有那個… 工作 所以我要塗指甲油 然後指甲油塗上去之後 然後呢 我做了光療 做完光療 結果指甲受傷 加上長期悶著加黴菌感染 然後就表皮就灰子起來 後來第二次我再上指甲油 現在指甲油就卸不掉 已經兩個月了 她還長在我的腳上 指甲油 這樣阿喜受得了嗎 對啊 你們家怎麼辦 這談戀愛怎麼會脫著光的腳 在家裡看電視啊 或是泡湯啊 對啊 而且在室內 她又說什麼 昨天去素食餐廳 她都是要 素食餐廳很多都是要脫鞋子的啊 對啊 你這樣日常很困擾 日本料理也是 日本料理很多都是啊 對不對 好 我們要幫她保守秘密 不要說是哪個秘密 好 我們都已經這樣做到最安心了 你們變身器要繼續用著 變身繼續用 好 謝謝妳這麼勇敢的告訴我們 身上的一個小秘密 謝謝妳們 讓我講出 陌生人我們都不知道他是誰 對 我們不知道他是誰 身分也都很隱密 不要揭穿他 好 謝謝 請四位可以回座了 謝謝 好 第一位急 希望不要發現 四位 大家都已經出來了 怎麼大家都出來 我也不知道 都出來 沒事啦… 妳好好的… 沒事啦 老師們一定可以幫妳解決這個問 老師們一定有辦法解決的 是 我剛剛在猜是哪位藝人 真的太難猜了 我相信觀眾們應該也知道 在演啊 演一下是不是 誰啊 我覺得如果大家跟這位藝人朋友 一樣有這種絞臭的困擾的話 你先掃QR Code 先看看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好啊 先給它掃起來 你掃完之後你就發現 原來有一樣東西可以 穿比不穿還沒味道 就是我今天要戴 我剛剛看到無尊你在脫鞋子嗎 好臭 你在脫鞋子嗎 把襪子穿上 我怕大家不相信 這樣是不是大家就知道是我了 剛才就知道 誰不知道 有人不知道嗎 而且 你看我的指甲油 是真的卸不掉 到現在還卡在上面 真的還假的 真的 我覺得鑽電商坐太遠了 來 請不要先坐 來 鑽老闆 我們做老闆的 一定要眼見為實 很多事情你要先體會一下 來 深呼吸 聞一下嘛 看一下的指甲 真的卸不掉 真的卸不掉 很恐怖對不對 很明顯你在別急 其實我也在別急 你也在別急 我趕快穿起來 他還真的過來是傻傻的 趕快把襪子穿上 好可怕 好啦 穿上啦 好 停旭 來 QR Code先秀出來啦 好久沒錄節目壓力這麼大 像好怕對方把腳狼 剛剛要講這個商品 你掃下去的發現就是 絕對可以解決你這個腳臭的困擾 我們現在就請我們的芷恩老師 來救救我們四位藝人朋友 老師 哪一位先請來 哪一位 芷恩我先來 先解決他骨頭的問題 好 陳詩怡你有救啦 歡迎耀文老師 歡迎耀文老師 大家好 其實剛剛聽到藝人朋友 我們在說他們的祕密的時候 真的是心有戚戚焉 因為其實骨頭歪 就是骨骼歪斜的部分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種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我們常常就會疏忽了 會影響到我們的膝蓋 因為壓迫 所以它變成它的磨損會更加嚴重 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鴕鳥精 就是可以幫你解決 除了骨骼的密度以外 還有你的軟骨 可以增加你的磨合 為什麼會用鴕鳥這種生物呢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中醫的理論 就是有個異形補形的概念 異形補形 對 其實在陸地上最大的鳥類 就是鴕鳥 你不要小看它一根細細的腳 它其實它承重力是到... 堅硬鴕鳥骨 有什麼驚人效能 可以幫助我們強化骨骼 一雙襪子 能改變所有鞋子的命運 兩隻腳有2.5萬個汗線在腳 2.5個汗線一起流汗 有多可怕 者元素這個部分 它可以自動釋放這個負移子 所以幫你主動出擊 把這個臭味給抓住 它穿起來會有一種 很奇妙的舒適感 你會把你所有的鞋子 都升級為機能鞋 最大的鳥類呢 就是鴕鳥 你不要小看它一根細細的腳 它其實它承重力是到1500公斤 1500 這麼重 鴕鳥的腳就是 一隻腳差一點 就是細細的 以一個東西來形容的話 就是它一根鴕鳥的腳 就可以把你的轎車給撐起來了 好 太確定了 像我們的牛骨 豬骨那些的 其實它的耐重度 其實遠遠不及鴕鳥 像豬骨來說的話 它大概耐重力就只有100公斤而已 就是大概一個人的重量 但是牛骨的話 它體型比較大 可以耐重到800公斤 但是以鴕鳥來說 它的身形沒有它們大 可是它的耐重力 是比它們高很多的 多少 到1500公斤 它等於它這樣一吋 這樣一吋的距離 它就可以耐重1500公斤 這個就是真的是鴕鳥的 為什麼鴕鳥會有這麼堅硬的骨骼 因為其實鴕鳥它本身 它的蛋 就是一個非常堅硬的鬍子 你看 這個是真的是鴕鳥嗎 真的鴕鳥蛋 你這樣敲桌子它都敲不錯 我們以為是模型 鴕鳥才就破掉了 所以鴕鳥它從小的時候 你要破蛋而出 它就需要非常好的身體素質 對耶 如果它的殼這麼硬 裡面它怎麼出來啊 對 它要必須靠它本身身體骨骼的力量 小小鴕鳥就已經骨骼很強健 對 接下來就是要說到 我們最重要的鴕鳥的骨頭 骨頭的部分我們剛才說到 它可以耐重1500公斤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簡單的實驗 我們也有準備了 這個是 鐵管 組合架 鐵管 對 組合架的那個 你要一次說 那我們現場請掃鼓好了 掃鼓 來個年輕力放著 年輕力 我已經40幾了 我現在也骨質疏鬆了 你骨質疏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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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對 小鴕鳥來一下 要怎麼實驗 它要幹嘛 要打 直接最真實 最粗暴的方式打它 用段子打斷它 直接把它敲斷 哇 蛤 對 我怕 敲得斷嗎 這個應該很好敲斷吧 好 我們讓少鴕鳥來發言 我這樣子直接敲嗎 沒錯 我們剛剛試過了嗎 等一下 等一下 它可以敲斷它 老師 妳要拿好 這個東西不用用說的 直接看畫面 直接現場來就知道 哇 1 2 3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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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OK 然後你看骨頭 你看骨頭完全沒事 骨頭有沒有怎麼樣 少鴕鳥 它被敲到好額斷了 等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我手好像扭到 真的假的 來 趕快這個給我 對 骨頭筋給它吃下去 趕快回去補一下 這骨頭不行嘛 妳知道嗎 超硬 而且我剛剛叫她去 我以為會起工 結果沒有 她完全沒有 現在觀眾 完整無缺 但是 鐵管斷了 現在觀眾最想問的是 哪裡可以買到鴕鳥骨啊 喂 晨熙來試試看 晨熙來試 晨熙要小心不要受傷 只有鴕鳥骨 就是她力道不夠的問題 沒有鴕鳥骨硬度的問題 那我可以助跑嗎 我可以助跑然後打 助跑不好 來 看妳要往 妳要瞄準嗎 妳不是打這個耀文老師嗎 耀文要不要戴一個安全帽 從忠孝東外面跑過來 從那個華視樓上跑下來算了啦 太遠了 看不到 他現在退到我們外面的星巴克了 好 預備 晨熙 你可以來啦 你可以跑來啦 我的媽啊 這告訴了我們一件事情 不要惹女生 那個鐵管我們看過了 我們可不可以看看 她敲人的頭會怎麼樣 不可以 謝謝晨熙 謝謝晨熙 一個女性的力道都可以完成 就表示那個鴕鳥骨有多強硬 好 現在就要告訴我們 鴕鳥骨到底怎麼樣讓我們 幫助到身體的骨骼呢 對 因為我們採用的就是 我們世上就是最堅硬的骨骼 跟最強韌性的筋 我們將這些東西萃取出來 就是結合我們現在的生物科技 我們老祖宗的技術就是 我們很多的中藥材 這些其實都是可以幫助我們 活化我們的身體的 是 讓我們幫助我們吸收這些成分 所以我們裡面有放了很多像 什麼 這些其實都是有一種 吸血跟抗炎的作用 補氣又養血 這個真的蠻好的 因為像我家裡爸爸媽媽 他們就是被雙胎那個什麼 膝蓋都會有一些問題 尤其是有些老人家他們開刀 真的是需要有這種 補高鈣的產品 對 而且它算是精華的概念 對 因為我們把它用生物科技 把它做成膠囊了 因為我們一般以前的概念 不是都會吃什麼龜鹿 龜鹿二線膠那種東西 但是那種東西很好沒有錯 但是因為他們 畢竟是直接萃取出來的 他們沒有經過一些 新的科技的研發 所以他們 我們在吃的時候會有一種腥味 有些人會怕那種味道 有些人不敢吃那個東西 對 長輩有些人 就會抗拒那些味道 但是如果我們做成膠囊的話 就是不論你什麼時候 就輕輕鬆鬆你就帶出去 就很簡單的 你就可以補充你身上缺食的 許孝順他兩個那個膝蓋 換假的 換爐的 開刀換假的 那你說換這個 一定有這個東西 有那個材料可以換 問題他花多少錢 花了120多萬 你不要以為 你等到你換了再來換的時候 有時候不是你那個 有沒有那個東西 是你有沒有那個錢 對 費用太高了 花100多萬 像其實我也很適合這個 因為我以前的專項是練跨籃 對 我腳臭 我有聽到 剛剛有人講過這個故事 這個都沒有人知道 但你膝蓋也不好是嗎 膝蓋也不好 因為我們以前練跨籃 跨籃的時候 我們前腳過去 後腳會必須做一個收腿 要拉起來 對 所以當這個動作你如果高 因為我們會追求要貼個 籃架越低速度會越快 所以有時候貼到太低 是直接就是那個速度就啪 然後是籃架會直接斷在你前面 你的腳打斷籃架 你會看到可能過個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你的腳整個膝蓋會變紫色 我到現在這樣子 輕輕拍我的膝蓋 對 都還會痛 下樓梯更痛 我不相信 我那頭一折 職業病 你可不可以對完非好一點 所以你看不只是老人家 運動員這個族群感覺也很需要 對 其實就像吳哥講的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的症狀 我們是老了才會發現 其實但是它這種運動的傷害 你只要 你老了之後 才不會有這些症狀一直顯現出來 說得好 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也想要強身體健擁有好的骨骼的話 趕快掃描我們畫面的QR Code 就可以到我們官方LINE 獲得駝鳥精的更多資訊啦 好 感謝他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得救了 馬上 我們就要請婷旭老師 來幫無尊解決絞錯的問題 真的 怎麼是我昨天 不用強調 沒關係 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嗎 真的是太過分了 真的是 湊成這樣子 後次也會答 腳湊達人 無尊 會不會我下一次來貴節目 我這個就變成腳湊達人 腳湊尊 人家講腳湊不是病 但是湊起來真的要人命 很可怕 但是大家可能會忽略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腳湊有很大部分根源 是跟 流汗有很大關係 流汗有很大關係 運動員嘛 對啊 我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是一個身體很會流汗的人 然後在這大太陽底下 悶熱對不對 然後你又給他穿一件 不透氣的防風外套 對 一打開的過程 這就像你腳穿著襪子 然後又不透氣 打開那一瞬間感覺 就是會 腳湊在這裡 那大家可能會講說 哎呀 那身上流汗 那個跟腳怎麼能比呢 對不對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 腳還有手 還有腋下跟頭底 是人體汗線分布最密集的地方 對 兩隻腳有2.5萬個汗線在腳 這麼大 你現在看這2.5萬個汗線 一起流汗有多可怕啊 所以我講 今天透氣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可能會買好的鞋子 但是會卻 對 那透氣這件事怎麼跟大家分享 我想其實如果大家 如果買一間好的房子 想要有好的採光 好的透氣 你會有開天窗嘛對不對 對 今天這雙 幫你上面做兩層透氣性的天窗 所以你看左邊有一個透氣網紗 右邊也有一個透氣網紗 所以熱氣從下往上 全部散出 我們就讓你的房子開天窗 對 所以你的透氣性就來得更好了 我講我們不要光說不練 我們看一下這個透氣性到底有多好 我想我現在要做這個實驗 就是你的腳氣跟腳汗 再怎麼多也不會比我這個多 所以如果我今天用乾冰來做實驗 好 我們就要來模擬一下 腳流汗的狀態 正常來講 誰腳流汗會這樣 我 如果流成這樣 可能神仙也救不了這樣子 我的是烏煙瘴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如果腳氣 真的流成這麼誇張的話 家裡失火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拿1.9 什麼叫做瞬間海星 好透氣 隔絕的 結果全部從襪子透出來了 而且你看我腳從上面排出來 就像我講的 上面開透氣 底部也有 對 但是你看 主要熱氣往上走 所以底部會排氣 但是大量的腳氣 從上面走出來 所以讓你把這些腳氣給排掉 太誇張了 就不會悶在耳底了 再做排氣的工作 我剛剛講完透氣之後 其實還有另外一件事要稍微注意 就是其實腳 流汗之後 你還會有細菌產生 對 沒錯 尤其在這個悶熱的環境 特別容易 所以你要如何讓腳 不要維持在這個悶熱的狀態 那我就要特別講到了 因為這我們用的是石墨烯 而且高達90%的石墨烯纖維 石墨烯本身的特性 有個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它可以幫你 而且做到抑菌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腳可以很溫 所以有點概念什麼 像是裡面裝了一個中央空調 所以幫你控制溫度 所以沒有腳氣了 沒有溫度了 所以基本上你就不用擔心 細菌滋生的問題了 有道理 那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們現在把那個細菌和腳臭 給解決了嘛 我們再主動出去抓腳臭 底下抓了這個 摺元素大家可能不了解它 對 摺元素 那它摺元素這個部分 它可以自動釋放這個負離子 負離子大家如果去那個森林 或者是補位 好東西 對 就會覺得 怎麼空氣特別清晰對不對 因為負離子會去捕捉這個臭味 所以 然後等於是裡面 再裝一台空氣清淨機的感覺 而且還可以做到 酸鹼平衡 加速代謝 所以幫你腳這些不好的東西 帶走了嘛 對 釋放掉了嘛 對 好 現在我們腳的 穿起來是舒適的嘛 沒有腳臭了嘛 對不對 但我想要踩起來也舒服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完美的石墨希望 盡量還有更厲害的功能 廣告後告訴你 是什麼樣的主油黑膜法 竟比佛地膜還厲害 吃好油它可以排除壞油 這款山茶花油 它可以直接幫你在腸胃裡面 形成一個主油膜 主油膜 有沒有很神奇 不是主油膜 待會唐麻會做一個實驗 那我們不管吃什麼 佛地膜 都不用擔心 不是佛地膜 不用再接啦 它是很厲害 它真的比佛地膜還厲害 它可以把百分之的 98的油排出 要減胖真的要多喝起來 對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已經把這個油包拋起來了 我想要踩起來也舒服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底部 底部它有這個 3D立體氣墊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立體性質的 所以基本上來 腳底是有非常多的穴位的 所以等於是在一邊踩 一邊按摩 腳底按摩 這是叫做慢性的腳底按摩 這樣以後被罰健康步道就不用怕了 不用怕 因為已經訓練了很多次了這樣子 對 就穿那個就OK 因為你想想看你一天如果走1萬步 等於是 按了1萬下的腳底按摩 而且是針對所有穴道 好棒喔 腳底很多好的穴道 永全穴 這全身上只有在腳底有這個穴道 所以讓你一邊走 一邊幫你按摩 讓你的身體越走越健康 很多人其實走路 重心比較不穩 對 容易跌倒 對 那我們要保護自己 要幫自己做支撐 跟各位說 它在前足 前足 前足這個位置 以及腳跟這個位置 都有做加厚的設計 喔 所以讓你怎麼樣 有一個緩衝 所以 所以像剛剛董哥講到了媽媽 對 所以你真的換雙襪子 讓他在家穿這個襪子 它的支撐性更好 你要講一邊走 又幫老人家按摩 女生很容易就手腳冰冷 晚上的時候 所以可以穿這個嗎 可以穿著睡覺嗎 非常適合 因為你剛剛講到了 它是石墨烯 它本身有個恆溫的空柱 因為如果手腳冰冷 表示你代謝開始變慢 所以你手腳會冰 晚上會醒來對不對 石墨烯它就是中央空調 幫你把溫度給抓住 給鎖住 所以你就算你 真的沒有腳臭問題 也沒有不舒服問題 你穿著光往晚上睡覺 好睡覺這件事就很重要 這個一定有 因為我們有時候 冬天還真的會穿襪子睡覺 但後來發現沒什麼用 腳暖啦 全身就暖啦 對… 但還是要穿對襪子 才會真的暖起來 無尊你要不要直接就換上這個襪子 真的啦 我正手啊 現場換起來了啦 親自 來 出去換… 直接把襪子換起來 但這換襪子的過程 我們好意識在旁邊嗎 我們現在去換 對… 還是我退到後面 來…坐… 來 穿… 給他 來… 老師 這個襪子是 就這個尺寸就是男女都可以 男生跟女生他就分兩種 因為他的彈力性很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彈力性很強 所以男生女生… 那個袖子把它拿去燒掉 燒掉 這個真的建議不要再穿了 就把它丟掉 真的 你看你可能洗衣服還全部一鍋 哇 整個襪子還卡到衣服上面 真的耶 就惡性循環 我有問題想要問一下婷婿 就是說其實這一款襪子的話 它有沒有抑菌的功能 有 因為石墨烯本身它就是抑菌的功能 對 因為其實 我本身也有一點相鋼腳的問題 這個也很重要 來… 送他… 我懂您的意思對不對 我懂您的意思 而且你今天的夾克配色 真的跟襪子好像 一模一樣 你有備而來 觀眾看一下 好 你先感受一下 那個透氣的感覺 跟你平常的襪子有什麼差別 然後走路的感覺 有沒有被支撐 有沒有恆溫 就剛剛這個婷婿老師都講了 它穿起來會有種 是喔 它就是因為有些一般襪子穿起來 會那種沙沙 刷刷的 對 然後穿的刷刷之外 它這個穿起來會讓你覺得 很柔軟 很舒服 是喔 你就會不想脫下來 來 少谷也加入 我穿上去 我有一種高級感 沒有 高級感 說得好 因為我們一般 其實我們很常男生會去 比如說體育用品店 然後會去買一些 可能自己覺得 好像很專業的那種 運動的一個襪子 可是其實這個就很像了 而且這個透氣感 都覺得說自己好像一個 NBA的球員一樣 這麼滑啊 很帥喔 而且他 他保護性很好耶 你講的是 如果平常運動的話 不買那個運動襪子 穿這個襪子可以嗎 因為我要先講 穿這個襪子還有一個好處 你會把你所有的鞋子 都升級為機能鞋 因為底下有氣墊 像我說 因為我今天特地穿了皮鞋 像打球啊 跑步啊 皮鞋其實都不好穿 因為它底下都硬 然後我今天穿這個 等於是裡面就裝了氣墊跟彈簧的概念 所以你穿皮鞋就會比較舒服 對耶 皮鞋沒有氣墊 你到底有這個襪子啊 形同就有了嗎 是 對 有意思 觀眾朋友們如果也想要知道 是石墨西蛙的更多資訊的話 歡迎掃描我們畫面的QR Code 就可以到我們官方LINE 獲得石墨西蛙更多資訊啦 謝謝婷旭老師 謝謝 謝謝婷旭老師 我們要如何用對方法 才能維持好身材呢 就要請教唐媽啦 對 今天提問大家的祕密 發現肥胖真的是大家的問題 是 今天唐媽帶來了這個 山茶花油呢 它真的可以煮油 濃油跟排出油 其實油跟油它可以互相排斥 只要我們把好油吃下去 花油再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害怕了 像我們這個 山茶花油為什麼那麼厲害呢 為什麼 大家知道嗎 當然不知道 它有98%高濃度的Omega-9 而且它是 鮭魚的12倍 核桃的5倍 不飽和 不飽和的 對 真的 而且它可以 它可以讓你快速達到 鼠油 龍油 排出油 除了這些 它的 小分子 可以滲透我們的血管 清除這些雜質 清血脂 對 現在其實 中風已經不是那種年紀長輩 對 也說中年人 年輕人都開始有這個症狀 對 像這個它也可以 保持我們的身體健康 除了讓我們身形看起來 更優雅 苗條之外 對 所以它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 是 其實在日本有一個吉川雅之教授 他也有做過這個論文實驗 他這個窈窕三步驟 就是剛剛唐媽講的 煮油 龍油跟排出油 是 對 而且 這個真的是很誇張 八倍 大家都以為是糖比較害糖 所以壞的油會很嚴重 八倍的這樣 八倍 像我們一日三餐 我們常常都會吃早餐 午餐跟晚餐 然後冬天晚上又要吃什麼麻辣鍋 什麼羊肉爐 還有吃宵夜 對 吃宵夜 講母鴨 就把我們這些油吃下去 那吃好油它可以排除壞油 而且 現在社會講求快速 對 大家都一日 就是當老外 外食當道 對 那多多少少都會把 不好的油吃下去對不對 對 是 那我們這款三茶花油呢 它可以直接幫妳在茶味裡面 形成一個煮油膜 煮油膜 有沒有很神奇 什麼是煮油膜 待會糖媽會做一個實驗 那我們不管吃什麼 佛地膜 都不用擔心 不是佛地膜 不用再煎啦 不是佛地膜 它是很厲害 它真的比佛地膜還厲害 它可以把百分之的 百分之的 百分之的油排出 對 所以我們不管怎麼吃 都會很 窈窕 所以又健康 最主要是要健康 就是可以享受美食 但是我們又不卡油這樣 沒錯 因為大家都在追求 這個身形的完美 結果搞得不健康 對不對 吃貓食的 我們光說不練的話 沒有用 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做這個排油實驗 給大家看看 因為糖媽本身也吃了一陣子囉 這個真的是非常有用 來剛剛說的煮油膜 到底是什麼 我們現在我們的胃裡面 形成一個好油的保護膜 這個是山茶花油的好油 把膠囊先剪出來比較好 看清楚一點 這也是好油 但是是其他的油 其他的油 不是我們山茶花油 這不是我們的山茶花油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地溝油 也沒那麼差 也沒有到地溝油的部分 收水浮油 好 這個呢 這個阿嬤炒菜 或者是我們常常去吃宵夜 都會有的 這個就是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很過癮了 這個如果沒有排出來 就存在身體裡面 對耶 好可怕喔 是喔 對 而且 不只危害身體健康 好 兩邊都倒一樣的嘛 對 兩邊都倒一樣了 好 剛剛講說以油排油嘛 對 好的油可以排壞的油 我們現在看看 兩邊誰排得比較厲害 對 正常的水 我們要吃完飯喝水啦 吃完飯要喝水 我倒一半下來 要減胖真的要多喝水 對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已經把這個油包起來了 它沒有存不開 怎麼這樣 壞的油都不會吸收到 我們的身體裡面 這會排掉耶…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整個這樣躺開 變一圈一圈一圈這樣 真的 你看 它都把它包起來 然後你仔細看 它散開來 然後變一圈一圈 就可以排 好神奇喔 就可以排尿排掉了嘛 這樣才可以排掉 排出來 對不對 就可以跟著水排尿排掉了嘛 對 重點我們都要喝水 我們平常都會喝水 所以要多喝水 寫中要多喝水 這個好像在看那個色盲表 62 妳有看到那個巴士嗎 來 再看倒露 我就比它更厲害 這個是一般的 一般的 它排的 好 你看…是不是也是 它好像就沉澱…上 它的功能就沒有那麼的 有用 它下去了 而且很滲滲一點 對 大家看一下它的顏色 對 其實它兩邊的顏色真的有差 這刺進去排不出來耶 這個就是煮油 透過水的顏色 它真的就是有把我們的 不好的油包覆住 而且它沒有吸收到我們的身體裡面 對 這個是已經吸收下去了耶 它剩下去了 顏色也很滑 這邊是擋住了 剛剛彈開 現在擋住了 妳再去上廁所或什麼就排掉了 對… 好厲害喔 唐媽以前聽說 身材是滿風雲的對不對 真的嗎 對 我們有照片來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分享一下 唐媽以前風雲的身材 這小甜甜嘛 然後這個是那時候 在走秀的時候的照片 唐媽以前還走秀 對 這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吃胖之外 生小孩也會變胖 對… 唐媽生三個 每個都胖20公斤 照顧也胖了一些 剛剛藝人朋友分享的什麼 吃貓食 吃貓食我還真的沒試過 不過其他的我真的都試過了 還有一種針灸減肥的 針灸 對 現在跟那時候差多少 我那時候最胖的時候 80 我現在也不瘦啦 但是我就是維持 我現在50 妳瘋了 好有趣 是不是很誇張30公斤 不然就怪在他80的時候 還穿中空的這個大概是 奇怪的 對 我對不起大家 好 這是我們剛剛所做的第一個實驗 還有沒有別的實驗 還有一個是龍解油的實驗 龍解油 龍 它發音不標準 龍 龍解油 龍解水 龍解油 他媽這個手上的話是口香糖 不是 我自己吃是嗎 我很優雅的吃下它 待會兒我要溶解口香糖 好 摘茶花油 愛能溶解口香糖 最神奇的實驗 你千萬別錯過 口香糖溶解誰 不是 是我們的 是山茶花油可以溶解口香糖 溶解口香糖 天啊 有看過嗎 有看過嗎 我這輩子真沒看過 唐嬤一樣剪一顆 山茶花油 倒在這個口香糖上面 口香糖本來就是一個 年薪很高的東西 對 就是 我真的 它真的就變成粉粉的了 怎麼可能 口香糖 你看 除了一下它真的變兩段 這都可以給各位朋友看一下 真的 看一下 真的可以粉碎口香糖 真的耶 幾乎已經快沒有 口香糖快不見了 真的 真的 OK 我們的觀眾朋友們如果也有興趣的話 也想要吃得開心 吃得健康嗎 趕快掃瞄我們畫面的QR Code 就可以到我們官方來獲得 山茶花油的更多資訊囉 是的 隨時關注我們官方的LINE帳號 裡面有很多很多的訊息 可以解決你們的問題 謝謝少谷 謝謝晨曦 謝謝吳俊 謝謝董哥 謝謝三個集人 謝謝船老闆 好 下週日晚上同一時間 請繼續鎖定 大老闆聯盟 拜拜 也歡迎掃QR Code加入賺電商 呦呦